在之前的《星光大道》里有很多不知名的草根选手从这个舞台脱颖而出,顺利进入娱乐圈发展。 在其中李玉刚的女扮男装形象和刚柔并济的唱功,更适应得了众多观众喜爱,迅速火遍全国。 不过在最近这几年李玉刚的消息却越来越少,甚至还一度传出李玉刚已经出家皈依佛门的一些消息。 就在前几天深夜里李玉刚在微博上发出一条消息,可以感觉到现在他的心情非常不好。 网友虽然不知道李玉刚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是更多的都是在鼓励李玉刚。 就在大家感到一头污水的时候,有细心的网友翻看他之前的微博发现,这些年原来李玉刚承受的非议也非常大。 他的这个男扮女装的风格,还是会有很多人接受不了。 在之前李玉刚还准备开演唱会,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没能开起来,也让喜欢他的粉丝感到十分遗憾。 可能这件事对他的打击也是不小的吧。 虽然李玉刚在成名的道理承受着很多争议,不过从一个不知名的草根明星到今天的地位也是很不容易了。 每个人都要经历大起大落,希望李玉刚能够挺过去,比较明天是美好的。 不过李玉刚的年龄不小了,是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了。